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张不出来 那叫脚大了这是 潘率斗酒城尖叫加鼓掌 看我吃完黄瓜 你们是不是特别馋呢 没关系 我可以请所有的朋友们 吃大餐 请大家吃 蒸羊羔 蒸熊掌 蒸鹿饮 烧花鸭 烧厨鸡 烧泽 炉猪 炉鸭 酱鸡 辣椒 松花小土 亮乳 香肠吃鸡 酥巴 薰鸡白 清正 八宝珠 开个玩笑 你赶紧吧 你拿那个纸巾 把嘴擦的 至于产生这样吗 一看你就是个吃货 我相信我们现场 很多人都是吃货 因为我 就是个十足的吃货 不是车祸 别瞎想 你就说我们那摄像大哥吧 就是他 刚才录像之前 进门的时候 手里拿着两盒盒饭 左手一盒 右手一盒 我就问他 我说你干啥 拿两盒盒饭呢 他小潘 字你就不懂了 这叫饮食均衡 你正说你吃得多吧 还找那么多借口 你不担心他 还有他 就是他 对 就是他 没错 真的 你看 别让他撇了我 但是我俩老好了 每次你看 我录节目 都是他给我特写 下半身特写 有什么用呢 前两天 我们俩一块去买羽绒服 哎呦 羽绒服太贵了 怎么滑下滑不下来 他就给我出一主意 小潘 想知道买羽绒服怎么能便宜呗 我太想知道了 请我吃烤鸭吧 我们俩赶紧吃烤鸭 就这大哥吃了十几只啊 哎呀妈呀 嗷嗷躁啊 差点给烤鸭刺绝肿了呀 我就 哎呀那个大哥你别吃了 就你吃这些烤鸭 我都够买十件羽绒服的了 你就告诉我买羽绒服咋能便宜 再看他 小潘啊 我跟你这么说吧 咱俩必须得多吃鸭子 鸭子吃的多了 鸭毛就多 鸭毛就多 羽绒服就多 怎么老是这位呀 你们能不能顾点别的群演呢 还是我有个问题我想问一下 你说吧 我最近四肢无力 干啥啥没意思 丑啥啥没劲 别说了 饿的老妹 多吃点 立刻就能回复啊 你看啊 很多人都喜欢吃 但是也有一些人喜欢研究吃 比方说 我妈每天要采新鲜的蘑菇给我吃 因为蘑菇一样价值高 并且认认真真的记笔记 有一天我翻看了我妈的笔记本 上面写着 今天我又发现了一种无毒蘑菇 是我亲妈吧 而且我妈做饭太难吃了 咸的能做成甜的 甜的能做成辣的 辣的能做成苦的 过去有一个成语啊 叫胃乳嚼辣 形容做饭难吃 我妈呢是胃乳脚袜 脚内臭袜子 难以价念 就这样 我跟我爸还必须得吃 后来我跟我爸想出一个主意 把这个食物呢 偷偷的给我们家这只狗 没过两天 狗离家出走了 到现在我都想念我的大黄啊 好了开一些玩笑 我发现啊 这吃货生活中 最爱说的两句话就是 哎呀 最近好像又新开了一家餐厅 第二句话就是 吃完这顿饭 我必须得减肥了 吃货的逻辑 就是好吃 你就多吃一点 不好吃 多少得吃点 吃货的格言就是 新天吃喝不努力 明天努力找吃喝 吃货的追求就是 吃得更饱 吃得更好 吃得更快 在这里 我必须要对所有的吃货说一句 祝你们每天开开心心 迎接新一天的 早餐 午餐 晚餐 夜宵 好了感谢收看这一期的 盘帅斗舞秀场 开饭了 等我啊 等我 晚安 晚安 谢谢大家